手上拿著得來不易的獎牌 粉絲圍繞大家開心比夜 台灣宇宙黃金男霜 林陽佩里陽 王麒麟 在巴黎奧運決賽 打敗中國隊兩王組合 衛冕金牌 挑戰成功 一直給我很正向的鼓勵 還有後面教練一直告訴我要相信自己 所以真的很開心能拿到這面金牌 王麒麟開心到說成了這位金牌 心裡的激動藏不住 兩人說這場金牌戰到第三局 其實體能已經下降 是靠著所有人的鼓勵 才能夠撐到最後一刻 沒有人想要上場輸的 那其實也沒有說想要證明什麼 而是只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運動員上了場 就真的只想要贏 先前因為狀況不佳 林陽佩受到不少人質疑 這一次成功連霸 兩人站在頒獎台上 會場想起中華奧會會歌 林陽佩眼淚差點掉下來 更說上一次在東京奧運奪金 其實還有點懵懵懂懂 這一次感受更踏實 一路走來真的不容易 李陽在奧運最後一舞 把握兩人搭檔的最後幾場比賽 不過這一次奧運金牌戰 湧入了大批民眾幫他們加油 手拿布條手板 入場檢查似乎更加嚴格 帶到小房間去檢查 因為他看不懂 所以這兩塊也被摸索 連使用注音都不行 但是儘管如此也不減球迷興趣 在關鍵時刻擠進場 給黃金男霜最大支持 讓台灣的驕傲林陽佩 帶著滿滿能量 風光摘金 TVBS新聞採訪團隊 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道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